第3445章掠夺一 高鹏一和简和之所以提醒 不是要阻止这件事 而是帮助朱衡宇 把事情分析得更全面 更具体一点 一旦朱衡宇做出了决定 他们绝无二话 至于老村长和天魔六节 他们考虑的确实很多 可是让朱衡宇欣慰的是 这七个家伙 果然没让朱衡宇失望 虽然内心里极度不愿意 可是既然他们已经选择追随朱衡宇 那么只要朱衡宇决定了 他们便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好物 而拒绝执行命令 虽然即便执行了命令 他们心里也非常不舒服 甚至是极度的厌恶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不会抗命 而这便已经足够了 欣慰地看着面前的一行人 朱衡宇连连点头 很显然 这十一人与朱衡宇的关系 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 是朱小妹和郑小瑜 他们对朱衡宇 是无条件的信任 无条件的支持 甚至到了盲目的程度 第二个档次 是高鹏乙和简和 他们对朱衡宇的支持 是毋庸置疑的 就算朱衡宇的命令 他们并不认同 也会毫无怨言地去执行 第三个档次 就是老村长和天魔六姐 他们对朱衡宇的支持 也是无比坚定的 不过 他们虽然会执行 朱衡宇下达的一切命令 但是却不能保证 内心没有怨言 爱 常常叹息一声 朱衡宇环顾一周 随后开口道 为人处事 看事情的角度 不能太狭窄 听到朱衡宇的话 除了郑小鱼外 其他的识人 都疑惑地 朝朱衡宇看了过去 面对大家的注视 朱衡宇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如果朱衡宇是和海族权贵 互相勾结 里通外合 大发横财的话 那确实是犯了大忌讳的 那样的话 朱衡宇不但背叛了魔羊族 更背叛了魔族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朱衡宇的交易目标 并不是海族权贵 这甚至根本就算不得交易 确切地说 这只是一场单方面的掠读而已 听着朱衡宇的话 除了郑小鱼外 其他人的疑惑 更加地深了 看着众人迷惑的目光 朱衡宇不由地摇了摇头 微微转过头 朱衡宇朝郑小鱼看了过去 开口道 我懒得解释 还是你来详细地说一下吧 听到朱衡宇的话 郑小鱼不由地奄然一笑 郑小鱼是一个聪明的女孩 也是目前未知 唯一一个能深入朱衡宇内心 彻底了解她每一个想法的人 原本 郑小鱼也只是一个 未见过世面的丫头而已 质朴而又单纯 虽然年岁并不小 但是她的心灵 其实还是非常纯洁的 可是自从这一次 郑小鱼登上了高位 接掌了天魔村的大权之后 郑小鱼的内心 悄然发生了变化 以前 郑小鱼只是社会最底层的 一个小丫头而已 尽管头脑聪慧无比 可是她的社会地位 却低无可低 因为魔力清合几乎未灵 所以她没有资格进入宗门 只能在宗门附近的小镇 做一个外围的仆役 虽然后来被师父看中 并收作徒弟 可是魔力清合度几乎未灵的她 其实只能学点知识 却学不到技术 没有魔火 是练不出丹药的 因此 师父死后 郑小鱼只能再次回到小镇 继续做她的仆役 再然后 就算被朱衡宇选中 其实她日常做的 也都是伺候人的活 只是从普通的仆役 变成了高级仆役而已 可是现在 当郑小鱼终于品尝过 首掌大权的滋味后 郑小鱼的心灵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之前 安平村三千村民 在老村长和安平六节的带领下 贵妇在朱衡宇面前 恳请她留下来的时候 郑小鱼知道 她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当然 这并不是说 郑小鱼想要背叛朱衡宇 更不是想要施主 然后取而代之 毕竟 郑小鱼变化的 其实只是内心的追求 单就其本质而言 依然是那个纯真善良 但却聪慧无比的女孩 如果有可能的话 郑小鱼其实只是希望 能站在朱衡宇的身边 和她一起面对 那无上的荣耀 那无边的荣光 至于取朱衡宇而代之 一来 郑小鱼没那个野心 也没那个想法 二来 郑小鱼也清楚 她没那个胆略 没那个气魄 更缺乏那种 让人甘心追随 誓死效忠的气度 一直以来 郑小鱼对于修炼 其实并不上心 即便实力提升了 她其实也没有多开心 而反观高鹏义和简和 这两个家伙就完全不同了 她们对权力 身份 以及地位 真没什么追求 她们最大的 甚至是唯一的追求 就是实力 而女孩子 大都比较感性 比较注重精神层面的享受 因此 无论是郑小鱼 还是朱小妹 对于自身的实力 其实都不是太在意 朱小妹那心里 最在意 最着锦的 就是朱衡宇 而郑小鱼 其实一直以来 都有点茫然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又该追求点什么 直到这一次 当郑小鱼 亲自指挥着千百大军 与海族对抗之后 当郑小鱼 亲手从老村长那里 接过了一村的大权之后 当郑小鱼 看着全村人 跪扶在朱衡宇面前 恳请她留下的时候 终于 郑小鱼知道了 自己最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深深地对着朱衡宇 点了点头 随后 郑小鱼缓缓站了起来 颤抖着吸了口气 郑小鱼微笑着解释了起来 虽然表面看 朱衡宇似乎确实 里通外敌了 可是事实上 这却是单方面的掠夺 首先 朱衡宇用价值为一的物资 换取了海族价值100的魔能石 随后 朱衡宇又以一的价格 从海族收购了在摩扬族 价值100的物资 一来一去 朱衡宇一共付出了 价格为二的物资 换取了海族价值为200的物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海族确实得到了 价值为二的物资 可是事实上 朱衡宇净利润 却达到了198 听着郑小鱼的讲解 意识之间 所有人都隐约之间有了一丝灵感 但是很显然 仓促之间 他们还是没能全盘想明白 无奈地摇了摇头 朱衡宇虽然懒得解释 但是很显然 不解释清楚的话 是万万不行的 转头朝老村长看去 朱衡宇道 比如说 我用一块价值艺出级魔能石的糖豆 和你三岁的孙子 做一笔交易 换一块中级魔能石 你觉得他会换给我吗 什么 你 这 听到朱衡宇的话 老村长猛地瞪大了双眼 与此同时 天魔六结 也骇然张大了嘴巴 这 这他确实会换给你 可是你 你这不是欺负小孩子不懂事吗 第三千四百四十六章掠夺二 看着对面七人 朱衡宇继续道 这还没完 接下来 我再用一块糖豆 和你三岁的孙子 换老村长家墙壁上挂着的宝刀 什么 我那战刀 价值可足有一百上斤魔能石 老村长咆哮着道 微笑着看着老村长 朱衡宇道 怎么 你也知道我占了大便宜啊 你那哪是占便宜啊 你那叫诈骗你知道吗 老村长道 恩恩 点了点头 孔武接口道 你这手段 也就骗骗三岁孩子吧 换个正常人 你看人家换不换给你 看着老村长和孔武 朱衡宇耸了耸肩膀道 我和海族的交易 不就是这样的吗 说话之间 朱衡宇叹息着摇了摇头 苦笑着道 你们不允许我诈骗你们的孙子 我能理解 可是 连诈骗海族 你们也不允许吗 听到朱衡宇的话 所有人顿时恍然大悟 在敌对的两大种族之间 是没有诈骗一说的 确切地说 这叫战略 这叫战术 这叫谋略 所谓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说的其实就是这种计谋 作为摩扬族的军人 大家要考虑的 不是道德问题 而是如何增强 摩扬族的实力和势力 与此同时 还要想方设法 削弱海族的实力和势力 而朱衡宇的这一招妙计 却恰巧可以两者同时实现 一旦这条贸易通道被打通 那么摩扬族的实力和势力 将会迅速提升 而海蛇族的底蕴和积累 则会迅速降低 总而言之 正如朱衡宇所说的那样 他并不是真的要和海蛇族 做交易 事实上 他是去抢劫的 是去掠夺的 看着老村长和天魔六节 狂喜的表情 朱衡宇道 怎么样 现在我想知道 对于这笔生意 你们确定要反对吗 反对 面对朱衡宇的询问 老村长猛地一拍案集 抱贺道 谁在反对 站出来让我看看 我看谁胆子这么大 敢反对如此奇谋 谁要反对这样的好事 那就是摩扬族的罪人 孔吴也扎唬着道 看着老村长 以及天魔六节 扎扎乎乎的样子 朱衡宇不由地笑了起来 如果没有全面地考虑过 朱衡宇又怎么可能 贸然提出这个想法 朱衡宇相信 只要大家明白了 这其中的究竟 就一定不会有人反对 因为安平村与海族之间 不共戴天的仇恨 所以他们比任何人 都更希望能去掠夺 海族的物资 以及财富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更希望能杀光 烧光 抢光所有的海族 总而言之一句话 做交易就免了 但是如果是去掠夺的话 那自然是多多益善啊 谁拦着都不好使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朱衡宇也不再耽误 直接说干就干 老村长拿出了村中所有的积蓄 作为启动资金 要做就做一个大的 要抢就抢一个很大 平静的海面上 升起了薄薄一层雾气 空中的明月也变得朦胧起来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 可是船舱之中依然热闹 朱衡宇带出的 一百多名摩体三十段的战士们 还在闹腾 这一次出海采购物资 朱衡宇不但带上了 村子之中的所有金钱 还带上了 那一百名摩体三十段的核心战力 开始老村长是极力反对的 毕竟海洋之灾马上就要来了 不过根据沧水的情报 海洋之灾还有三个月 才会来临的时候 老村长就哑口无言了 既然朱衡宇能够 获海蛇族做生意 那得来的消息自然是可靠的 老村长没有坚持 但是他也表示 朱小妹必须留下来 对于这一点 朱衡宇倒是没有意见 他也不想让朱小妹来回的奔波 而且也确实不能排除 会有一些小狗的部队来侵扰村庄 所以最后朱衡宇 同意了朱小妹留下来的提议 不过只留下朱小妹 朱衡宇可不放心 于是高鹏一和简和 也顺理成章地被留下来保护朱小妹 一旦事情有变 他们也可以护着朱小妹杀出重围 所以这一次出海 朱衡宇只带了郑小鱼 原本 其实连郑小鱼也不必带的 不过时到此刻 郑小鱼已经正式接手了 天魔村的权力 如果他继续留在那里的话 反而会导致混乱 无论郑小鱼有多聪明 可是他的经验和阅历 终究是太少了 想要治理好一个三千多人的大型村落 他还是有些利有未待 一旦郑小鱼留在村里 试问大家该听老村长 还是该听郑小鱼的呢 听老村长的话 那么天魔战队的威望 恐怕就要被折损了 如果听郑小鱼的 他暂时却并没有这样的经验 阅历以及能力 因此 唯一的办法 就是带郑小鱼离开 至于天魔村的一切 还是交由老村长 以及天魔六节全权负责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的身边 也确实需要一个帮手 帮助他随时查漏补缺 有需要的时候 甚至要独当一面 代替朱衡宇 去完成一些重要的任务 而纵观整个天魔战队 拥有这个能力的 恐怕也只有郑小鱼了 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朱衡宇眉头微皱 看向远处 思绪万千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忽然从他的身后响起 公子有心事 这个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本应在房间休息的郑小鱼 朱衡宇自然是知道 所以连头都没有回 依旧目视着忧深的黑夜 他当然有心事 偌大的一个天魔村 交到他的手里 需要他操心的地方 实在太多了 而且除了天魔村的事物之外 他还要考虑军队的事情 还有海蛇族仓水 也是一部重要的棋子 以后还要面对苏紫云 这些事情都需要他提前地 做出一定的规划 不过这些事还不算着急 现在最让朱衡宇操心的是 天魔村的规划问题 天魔村因为连年被海蛇族 侵扰的原因 村中规划极其混乱 这就导致村民们从家中 倒成墙上御敌 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需要在巷子和小路之中 七拐八拐的 才能够到达第一线 很显然 这并不是朱衡宇想看到的 而且这种混乱的排列 朱衡宇看着也不舒心 因此 朱衡宇决定挣到的第一笔钱 重新规划天魔村 在朱衡宇的初步设想中 他要把整个天魔村的房子 全拆了 拆完之后 天魔村的所有建筑 要按照摩扬建宗的万宝街 进行排列 那座古镇可是为朱衡宇 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所以他想要让天魔村 也变成那样的排列 组成汇聚摩期的古镇 第3447章奇异的氛围 虽然重新规划天魔村 是一件极其耗费人力 和财力的大工程 但是却不能够只看短期利益 只要这座古镇一成 就会让整个天魔村 发生质的变化 所有人都会因为古镇而受益 甚至他们以后生出的孩子 也会普遍地比其他地方孩子的天赋 要高出一截 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为了天魔村的发展 他一定要这么做 而对于天魔村的规划 朱衡宇也和老村长说了一下 老村长果断同意了 朱衡宇的所有提议 现在的老村长是已经想通了 既然已经追随了朱衡宇 那就任凭朱衡宇折腾去吧 他只要跟在朱衡宇的身后 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就可以了 随着海上的雾气越来越大 风力也变得有些大 湿冷的海风吹在身上 不是很舒服 于是朱衡宇转过身去 准备让郑小鱼去他的房间说 郑小鱼这么聪慧的女子 大半夜的来找朱衡宇 肯定是有极其重要的事情 朱衡宇的房间 自然是整个船上最好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天魔村常年经商 自然是有货船的 只不过 这些年他们也没怎么挣到钱 所以货船不是很大 只是一艘中型的货船而已 根据朱衡宇初步判断 这艘货船只能够装五六百人 不是很少 也不算很多 还好朱衡宇拥有次元指环 要不然 这一来一回 其实也装不了多少货物 而正因为朱衡宇拥有着次元指环 他才敢带这么多人过来 不过安平村常年征战 因此积累的钱财并不是很多 这么多年的货益积攒 他们只攒下了三万多上级魔能石 三万多上级魔能石 可以兑换三亿多下级魔能石 这个数字看上去好像很吓人 可是事实上 这却已经是安平村 积攒了千万年的总资产了 苏紫云为了平息上次的事端 一甩手就给了朱衡宇一万上级魔能石 所以这些魔能石真的不算多 说句不好听的 萧阳岛上的九个村落 每一个都比天魔村富有得多 这也从侧面看出了 天魔岛每年到底会受到多少海蛇族的骚扰 每一场战斗 对天魔村都是极大的消耗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朱衡宇的到来 发生了改变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改变的第一步赚钱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 郑小瑜也跟了进来 郑小瑜很自然地为朱衡宇点燃了蜡烛 并给他倒上了一杯热茶 喝了一口滚烫的热茶 朱衡宇收回心神 抬头朝郑小瑜看了过去 这一看之下 朱衡宇差点将嘴里的那口热茶喷出去 之前没有看清楚 现在屋中点亮了蜡烛之后 近距离下 朱衡宇才终于看清楚了 郑小瑜今天穿了一件纱织的衣服 这衣服一看就不是郑小瑜平时穿的 很显然 他也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 忽然想到事情 就匆忙赶来找朱衡宇汇报 而之前海上浓雾弥漫 这件单薄的沙衣也被露水打湿了 此时 单薄的沙衣贴在郑小瑜的身上 他那窈窕无比的身子 完全呈现在了朱衡宇的面前 郑小瑜的外貌不如十月 但也不会逊色太多 更客观地说 郑小瑜和十月都很美 只是类型不同而已 十月是清丽 清秀之美 而郑小瑜则是妩媚和性感之美 尤其是身材方面 郑小瑜比十月要火辣得多 十月是比较偏瘦 单薄而柔弱的女子 而郑小瑜属于那种比较匀衬 稍微有些风鱼的女孩子 比之十月要丰满很多 看着郑小瑜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材 朱衡宇不禁瞪大了双眼 为朱衡宇蒸好茶之后 郑小瑜也坐了下来 朱衡宇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郑小瑜 简河和高鹏义虽然是她的仆从 但是朱衡宇却从没有给他们定过什么规矩 大家在朱衡宇的面前也比较随意 不用朱衡宇命令 他们就会自己坐下 落座之后的郑小瑜也发现了朱衡宇一样的目光 此时她才发现自己身上那件沙衣已经完全被露水打湿了 感受着朱衡宇的注视 郑小瑜的翘脸瞬间变得通红 摇曳的暗淡烛光 狭小的空间 孤男寡女 一个衣着单薄 一个眼神炽热 房间之中开始弥漫出一种奇异的氛围 郑小瑜面色通红 心里慌张得很 此时若是换作其他人 郑小瑜就算不杀她 也一定会挖出她的眼珠子 但是作为朱衡宇的仆从 郑小瑜却连呵斥都不敢 郑小瑜现在心中极其复杂 有一丝的害羞 有一丝的慌张 有一丝的害怕 还有那么一丝的期待 这些复杂的情绪 在郑小瑜的心中交织 让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另一边的朱衡宇倒是很直接 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看 俗话说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现在朱衡宇就是在欣赏美 不知过了多久 郑小瑜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 轻声咳嗽了一声 这一声咳嗽 朱衡宇终于回过神来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啊 对了 你有什么事啊 朱衡宇也觉得 刚才她的表现有些过了 于是慌忙地掩饰到 只是郑小瑜还是满脸的通红 坐在那里不说话 朱衡宇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拿了一件外衣 给郑小瑜披上 外衣披上之后 郑小瑜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不过她的脸颊还是红通通的 此时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朱衡宇只得喝茶掩饰着这种尴尬 但是她的茶碗里的茶水早就喝完了 所以此时她只能干喝 扑斥 看着朱衡宇滑稽的样子 郑小瑜一下笑了出来 看着郑小瑜笑了 朱衡宇也摸了摸后脑勺 郑小瑜站起身 再次为朱衡宇蒸上了一杯茶 再次坐下之后 郑小瑜终于恢复了以往的模样 扯了扯身上那件朱衡宇为她披上的外衣 郑小瑜淡淡地说道 公子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获得更多战功的办法 哦 被郑小瑜这么一说 朱衡宇顿时提起了兴趣 那诡异的气氛也终于散去 恢复了他们正常相处的模式 你说说看 你是怎么想的 朱衡宇浅浅地喝了一口茶之后 看着郑小瑜道 面对朱衡宇的命令 郑小瑜沉吟了一下 随后轻声地说了起来 刚才临睡之前 郑小瑜在睡前思索时 发现了一个漏洞 摩扬建宗规定 本年度海洋之灾结束后 村庄没保住一名村民 就能够获得战功 但是宗门却并没有规定 村中应该有多少村民 而且宗门从来也没有限制过 村中人员的数量 也就是说 可以从其他城市或村落 移民到自己守护的村庄之中 如此一来 当海洋之灾结束的时候 村民不但不会减少 反而会增加 听到这里 朱衡宇的眼睛瞬间明亮了起来 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郑小瑜的想法 第3448章漏洞 只要大量往天魔村迁移村民 那么朱衡宇就能够轻松获得战功点了 不过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就是摩扬建宗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漏洞 朱衡宇不相信摩扬建宗世世代代 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漏洞 其次是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发现这个漏洞 像郑小瑜这么聪明的人 从古至今 不知出了多少 朱衡宇可不相信那些人 都发现不了这个漏洞 先要解决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朱衡宇才能继续往下思考 否则的话 一旦触犯了宗门的规矩 或者接触到了一些敏感的东西 那可就不好了 朱衡宇首先要保证安安稳稳地获得这些战功点 不会因为这个办法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而郑小瑜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并且替朱衡宇找到了答案 早在郑小瑜在床上想出这个漏洞的时候 他就对照了脑海中记录的资料 经过了一番分析之后 确定了没有问题之后 他才来找朱衡宇汇报的 郑小瑜翻阅过宗门军队的手册 根据他的记忆 并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任何记载 可能是宗门忘记了这件事 不过很显然这个推测并不能成立 而经过了郑小瑜的分析 可能有两点让宗门忽视了这一点 第一点是居民们只求安稳 等闲不会背井离乡 迁移到其他地方 而且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 并不想搬离祖辈们生活的这方水土 就像天魔村的村民一样 那么艰苦的条件 他们依然在坚守 就是因为他们不想离开 祖辈们辛勤工作 艰苦战斗的地方 因此移民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除非生活得很困苦 否则不会有人随便搬家的 而第二点就是移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费劲巴拉地搬过去 一个村民才只能够获得一点战功点 这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经过郑小瑜的计算 要想让一个人搬到村子 最少需要一百块夏季磨能石的成本 这还只是金钱成本 要知道 新迁移过去的村民 要有房子住吧 要有饭吃吧 要有工作吧 他们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吧 各种繁杂的事物 可谓是多不胜数 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迁移来的人口 还需要融合进村子 这一点才是最难的 村里人会排外 刚搬来的人在村中会没有地位 没有话语权 这样又会产生很多的事情 到时候情况纷乱 可就更麻烦了 这是郑小瑜分析得到的结论 最后朱衡宇又加上了一条 那就是这战功 只是新兵的一场失恋 一个人最少一百块 夏季磨能石的成本 哪有人会为此下血本 而且又有几个新兵 有这么多的钱 朱衡宇若不是靠着翡翠周铺 和苏紫云的慷慨解囊 可能也会是个穷鬼 所以最后总结就是 他们没有钱这么做 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这才是宗门没有设限的根本原因 想透了这一点之后 朱衡宇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去寻找移民了 之后就是怎么招揽村民了 对于这一点 郑小瑜也早就提朱衡宇想好了 其实很简单 只要钱到位了 就什么都好说 给那些穷人一些魔能石 他们一定会答应去往天魔岛的 至于穷人去哪里寻找 那就再简单不过了 这个世界上 不管在哪里 最不缺的就是穷人 朱衡宇这一趟回去 马上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财富 一个人一百块 下级魔能石根本算不上什么 根据郑小瑜的计划 在未来这三个月之内 也就是海洋之灾来临之前 尽可能让天魔村的人口达到一万 天魔岛已经拥有三千多人了 只要再移民六七千人 就可以凑足一万人 而天魔村只要有一万人 朱衡宇就可以获得三万的战功 那为什么郑小瑜还说 需要最少一万名移民呢 其实很简单 在郑小瑜想来 海洋之灾的战损会非常严重 特别是这些刚移民过去之人 不但不会为天魔村增加战力 还会拖累天魔村 对于这一次的战损 郑小瑜估计最少也有两千人到三千人 所以为了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的战功 多囤积一些移民 是非常有必要的 看着郑小瑜头头是道的分析 朱衡宇眼中满是赞许的神色 郑小瑜说的每一点 都能说进他的心坎里 其中很多想法 是朱衡宇也没想到 甚至是忽略了的 既然这个计策 是郑小瑜想到的 那么这件事 自然该由郑小瑜 负责全权处理 他相信郑小瑜 一定能把这件事 办得极其的漂亮 而另一边 郑小瑜显然没有想到 朱衡宇竟然这么地信任他 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全权交给他处理 一时之间 郑小瑜内心里 既是无比激动 又是无比地开心 看着朱衡宇满带赞许和期待的目光 郑小瑜捏紧了双拳 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凑够最少一万名移民 甚至更多 只有这样 朱衡宇才能够直接晋升成为 摩扬百夫长 此时朱衡宇所做的一切 还有着极大的风险 因为现在来说 朱衡宇还不是摩扬百夫长 他并没有获得封地的权利 也就是说 如果朱衡宇没有获得三万以上的战功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白费 白白为他人做了假衣 虽然天魔岛的储片P 没有任何的发展前景 而且资源匮乏 但就算这样 依旧排除步了 有人会赶在朱衡宇之前 把天魔岛选做自己的封地 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朱衡宇一定要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 获得三万战功 只有这样 他才能真正地获得天魔岛 看着朱衡宇默不作声地低头沉思 郑小鱼已经把他要说的事情说完了 于是郑小鱼就不再叨扰朱衡宇 让他在房间之中 一个人好好地思考一番 悄悄地退出房间 关上房门之后 郑小鱼就那么呆呆地 站在朱衡宇的房间门口 此时的郑小鱼心中依旧很复杂 想到朱衡宇那直勾勾的目光 他的心中又是一阵心乱如麻 脸上又变得红扑扑的 不知过了多久 郑小鱼才反应过来 只见他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 朱衡宇房间大门 紧了紧他身上披着的那件 朱衡宇的外衣 随后他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这个笑容之中有着一丝高兴 有着一丝甜蜜 还有着一丝期许 带着这个笑容 郑小鱼轻声哼着小曲 蹦蹦跳跳地回到了 他自己的房间之中 第3449章良性循环 此时若是减合 高鹏毅和朱小妹他们三个 看到郑小鱼在这般模样 一定会惊讶的下巴都掉下来 郑小鱼平时在他们面前 都是一脸的平静淡漠 哪有过这种时候 不过很显然 郑小鱼肯定不会让他们看到这一幕 而另一边的朱衡宇 看着郑小鱼走出去之后 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刚才他确实有些梦漫啊 毕竟郑小鱼只是他的仆役 并不是他的女人 只是虽然郑小鱼已经走出了房间 但是朱衡宇的脑中 依旧满是刚才他那曼妙的身姿 朝着脸上狠狠地拍了两下 朱衡宇猛烈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此时思考怎么让天魔村快速富起来 才是他要做的事情 现在天魔村的初期规划 已经完全在朱衡宇的脑海之中了 目前先要做的两件事 第一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人口 第二是尽可能多地从海蛇族那里获得财富 朱衡宇准备把寻找移民的事情交给郑小鱼 毕竟这个办法就是他想出来的 而这一次他带出来的天魔村 100名模体30段的战士 朱衡宇准备把他们一分为二 50人跟着郑小鱼去寻找移民 另50人跟着他去四处搜刮灵药 对于需要采购哪些灵药 朱衡宇已经绘制了一张单子 上面都是魔羊族不需要 但是对于海蛇族又极其有用的灵药 这些灵药的采购价格都极低 朱衡宇预估最多只需要几百万的夏季魔能石就够用了 因为这一次他们不是去往外扬岛 而是去到离天魔岛不远的一座中转岛屿去采购 这里虽然繁华 但是毕竟不比外扬岛庞大 所以这里的灵药储备可能不会特别多 朱衡宇为什么没有选择直接去外扬岛大肆采购 而是来到这个中转小岛 是因为朱衡宇也得先探探路 要看看市场行情 再就是一次采购大批量的灵药 他怕仓水那边处理不了 如果是那样 情况就严重了 有些不能长时间保存的灵药会很快腐烂掉 这样不但赚不到钱 还会亏损 所以这第一次和海蛇族之间的贸易 朱衡宇还是选择了稳一些 只要这第一次的交易能够顺利完成 那下一次朱衡宇直接就会把天魔岛的所有金钱全部砸上去 到时候赚到钱之后 朱衡宇准备三线同时进行 挣到的钱 他准备拿出一部分开始规划天魔岛的祝贫 顺便城墙也需要加厚一下 其次另一部分 他需要再拿出一些钱来帮郑小玉招收移民 虽然郑小玉说是一个移民需要一百块夏季魔能石 但那只是最低的标准 要知道天魔岛的情况可和普通的岛屿不同 朱衡宇估计要想让人移民到天魔岛 最好需要二百夏季魔能石甚至更多 想要一万名移民 就是朱衡宇最少要为郑小玉准备好两百万夏季魔能石的钱财 而这第三部分的钱依旧使用在大肆采购海蛇族需要的灵药之上 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魔能石 让天魔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之中 在朱衡宇的初步打算之中 十年后的天魔岛将会是一座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到那时候 经过十年和海蛇族的贸易 天魔岛的财富将到达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不过为了封锁住消息 可能除了一些特殊人物 比如老村长和天魔六节这种人之外 所有人都会是只让进 不让出去的状态了 因为只要进入天魔岛 就一定会知道他们在和海蛇族做交易 虽然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但依旧会惹来好事之人的探查 到时候若是泄露了出去 不但天魔岛会被灭 朱衡宇也会被扣上背叛魔族的帽子 那时候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为了更紧密的封锁消息 朱衡宇决定除了外出采购的 100名魔体30段的战士之外 其他的所有村民都不允许走出天魔岛半步 而之后移民进去的村民也需要如此 不过只要生活富足 村民们其实并不在乎出不出去天魔岛 就像老村长一样 不就是在安平小村 守了整整一辈子吗 其实大部分村民们都是如此想法 守在村中 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就足够了 能够有朱衡宇这种想法之人少之又少 所有的事情朱衡宇都已经打算的差不多了 现在只等第一步采购灵药了 这个中转岛屿名叫海汇岛 海汇岛并不是很大 但是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岛屿来说 也不算小 这个岛屿和硝阳岛差不多大 也有着方圆900多公里的范围 不过这个海汇岛之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村落 在岛上只有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座城池名曰海汇城 因为这个岛屿是一座重要的中转岛屿 所以也被摩扬建宗派下了高级弟子看守 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海上贸易的正常 而正因为如此 海汇岛相对于其他岛屿是比较安全的岛屿 所以这座海汇岛的居民非常多 根据朱衡宇事先翻阅的资料查询 他知道整个海汇岛拥有十万多人 而同样面积的硝阳岛 可是只有不到两万人口而已 所以说 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此标准放在天魔岛同样有用 只有保证了天魔岛的安全 才有人会选择移民到那里 不过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 还有一样就是钱 俗话说 一块魔能石难倒英雄汉 只有要足够多的钱 自然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移民 特别是在这座海汇岛之上 据朱衡宇的事先了解 这座海汇岛上的所有财富 都被一个大家族所笼络 所以海汇城中的贫富差距极大 大家族靠着收取码头停靠的租金 每天都是日进斗金 大家族信实之人 个个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其他信实之人在这里 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他们只能靠替商船打工 或是替这个大家族打工 挣一些钱来勉强度日 要不是这座海汇岛上相对安全 早就没人住在这里了 既然贫富差距极大 就一定会有人极其的贫穷 这就给了朱衡宇他们花钱买移民的机会 不过移民这一块 已经不需要朱衡宇去考虑了 准备全权交给郑晓宇去负责 朱衡宇现在要考虑的是 零要采购的事情 其实事情也简单 只要让手下之人四处购买名单之上的零要 就可以了 可能这样的规模的采购 会让这些零要的市场价格变高 但是变高也不会变得太高 这些摩扬族不太需要的零要 就算价格再高 也高不过50块下级魔能失去 所以朱衡宇并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他的利润那么高 稍微高一点的竞价 朱衡宇完全可以接受 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要等他们登上海绘岛之后 就马上开始疯狂地采购 第3450张帅哥 天魔岛距离海绘岛虽然不是很远 但是海岛之间的距离不能和陆地一样 而且海上行船的速度 也不如陆地骑马的速度 他们是在傍晚出发 在第二天的一早 正好到达了海绘岛 靠岸之后 朱衡宇先是对着所有人交代了几句 随后所有人都整装待发 准备出发 走在繁华的海绘城之中 朱衡宇心中感叹不已 他虽然料到 停靠在这海绘岛岸边的价格很高 但是这个价格还是高得有些离谱了 仅仅是一天的停靠时间 就需要上缴一块终极魔能石 要知道大部分岛屿的停靠 都是不收魔能石的 不过这个前交的也是理所应当 摩扬建宗常年派高级弟子在这里驻守 保证来往商船的安全 收点租金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朱衡宇作为摩扬建宗的弟子也没有特权 他同样交出了一块终极魔能石 这之后 他们才真正地走出了港口 进入了海绘岛 这海绘城的范围极大 看着连绵看不到边的城墙 朱衡宇是真的被震撼了 据资料记载 海绘城的面积足足占了海绘岛的一半 也就是方圆450公里的范围 这个范围别说是这小小的岛屿了 就算是放在外洋岛这种极其宽阔的大岛屿之上 也算是一个极大的城池了 所以这里才会叫做海绘城 而不是海绘村 进城之后 所有人就全部散开 一半人被郑小鱼安排着去那些贫民窟之中 寻找愿意移民的穷人 而另一半人 则带着朱衡宇给的灵药名单 直接四散下去 开始采买灵药 所有人都开始忙了起来 倒是朱衡宇闲得很 因为没什么需要他操心的事情 找一名有郑小鱼在 而采购灵药又不是采集灵药 就是花钱买东西 难道这些魔体三十段的人物 会连花钱都不会吗 既然没什么事 于是朱衡宇就开始在这巨大的城池之中逛了起来 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店铺和商品 朱衡宇感叹不已 这里的繁华程度 丝毫不亚于魔阳剑宗的万宝街 甚至还有国知 因为这里的人确实很多 只要人多的地方 经济都不会太差 海会拍卖就要开始了 就在朱衡宇走在街上东看西看 胡思乱想之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拍卖会 魔阳剑宗之中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拍卖会 但是那里拍卖的都是西石珍宝 动辄几万上级魔能石 所以朱衡宇从来没有去过魔阳剑宗的拍卖会 可是这里的不一样 这里是平民居住的地方 所以拍卖会卖出的东西 一定不会是什么珍贵之物 而既然不是珍贵之物 那价格也一定不会太高 看着不远处卖力呐喊的半大孩子 朱衡宇走了过去 拍卖会在哪里举办啊 其实这半大的孩子已经在这里喊了半天了 只是根本没有一个人理他 这是他的工作 他每天需要至少为拍卖行拉到十名客人 才能够获得收入 他每天都会这般在街上呐喊 招揽顾客 居住在海会城 或者经常来海会城的人 对于他的喊叫都习以为常 但是朱衡宇不一样 他可是第一次来海会城 所以他对于这一点还是很有兴趣的 看着朱衡宇走到他的面前 半大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位帅哥 可是想要去参加本次的拍卖啊 这半大孩子 一看就是经历了很多的人情事故 一口一个帅哥 把朱衡宇都叫得有些脸红了 虽然他确实还算不错 但还是觉得自己算不上帅哥的 在朱衡宇眼里 只有苏紫云那种的 才算是是实实在在的帅哥 虽然苏紫云和他是敌人 但是对于苏紫云的气质和容貌 朱衡宇也不得不赞叹一句 不过朱衡宇也知道 面前这个半大的小子 也只是说些好话招揽顾客而已 可能来一个老大爷 他也依旧会违心地叫上一声帅哥 所以朱衡宇对于这个称呼并没有在意 只是淡淡地开口问道 拍卖行怎么走 一看朱衡宇真是想要去往拍卖行 半大小子立即笑得更加灿烂了 甚至这笑容之中还带着浓浓的谄媚 这位帅哥 您跟我来 我带您过去 说着话 对着朱衡宇做了一个琴的手势 朱衡宇点了点头 让他前头带路 只是这半大小子却不走 只是站在原地 依旧一脸的谄媚地看着朱衡宇 而另一边的朱衡宇只是微微一愣 知道了缘由 这半大小子是在要赏钱呢 虽然朱衡宇把大部分的钱都分配了下去 但是他依然留了很多 所以对于一个小小的赏钱 朱衡宇还是无所谓的 只见朱衡宇手一翻 就从刺原指环之中取出了一块下级魔能石 这块下级魔能石一出 半大小子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看着半大小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那一块下级魔能石 朱衡宇微微一笑 直接扔给了他 半大小子见状 赶紧接住 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了怀中 前头带路 朱衡宇不理会半大小子的模样 开口说道 不是朱衡宇没有同情心 而是他知道世间冷满 他做过乞丐 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个半大小子的生活很不易呢 可是就算这样 朱衡宇依旧只是给了 仅仅一块下级魔能石 不是他没有能力给更多钱 而是他没有能力给人 他现在可不是孤家寡人 他身后还有朱小妹他们一群追随者 和一座岛屿在等着他 而且朱衡宇也是从身无分文的乞丐走到了今天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 朱衡宇无意去横插一脚 而且看半大小子的模样 他好像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所以朱衡宇就更不会做什么了 若不是朱衡宇需要他来带路 也会像其他的路人一样 选择忽视这个半大小子 跟着半大小子走在去往拍卖会的路上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大帅哥一看就是外洋倒来的吧 半大小子一边在前面引路 一边回过头一脸谄媚地看着朱衡宇问道 而且自从朱衡宇给了他一枚下级魔能石之后 他对于朱衡宇的称呼都变了 由帅哥变成了大帅哥 朱衡宇对此并没有当回事 他怎么叫朱衡宇都无所谓 听着半大小子的话 朱衡宇倒是有些好奇了 他感觉现在的打扮和路边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这个半大的小子却能够一眼看出他来自外洋倒 这不禁让朱衡宇有些感兴趣 第3451章老窝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外洋倒来的 朱衡宇开口问道 随后经过半大小子的解释 朱衡宇才明白了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的肤色要比生活在小岛屿上的居民要白很多 经过半大小子这么一提醒 他也发现了这个区别 朱衡宇一直关在屋子里闭关修炼 根本就没有太阳照射 再加上朱衡宇的肤色本来就是比较白的类型 所以就更显得白皙 而在小岛屿上居住的人 就算是魔体等级很高的人 他们依旧会经常地受到风吹日晒 所以在小岛屿上居住之人 他们的肤色都是偏黑的 不过这一点朱衡宇倒不是太担心 因为很快他也会和这些生活在小岛屿之上的人一样 变得皮肤有黑了 而且就算他的肤色不变黑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毕竟这里离外洋岛和魔阳剑宗很近 他作为魔阳剑宗的正式弟子 还是很受平民爱戴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 朱衡宇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跟着这个半大小子走 而不担心被他坑了 因为不管这个半大小子把他领到什么地方 若是事情发现不对 只要掏出魔阳剑宗的正式弟子令牌 那么他们就一定不敢造次 随后朱衡宇又问了几个在意的问题 半大小子收了钱 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其实朱衡宇好奇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座海绘岛第一大家族的事情 经过一番询问 朱衡宇也彻底了解了这个家族 此家族之人全部姓范 其实这个范家并不是第一个来到这海绘岛的家族 而且这范家之中也并没有任何出彩的人物 整个海绘岛范家最强者是一名摩体39段的人物 而他们的家主甚至只有摩体30段而已 既然范家的 实力这么弱又怎么会变成海绘岛的第一大家族呢 这一切都要拜一个人所赐 那就是摩扬剑宗六大堂口之一 范堂的长老范大师 原来范大师就是出自这个范家 也是因为范大师的权利 范家才能够有恃无恐地在摩扬剑宗的眼皮子底下收租金 不过虽然这范家在海绘岛上的风平不是很好 但是却没有人说他们的不是 因为早在几千年前 这海绘岛其实和天魔岛也就是原来的安平岛一样 都是地理位置极其偏僻 是范大师成为了摩扬剑宗的长老之后 强行改了航路 让这里变成了中转站 随着海绘岛中转站的建立 摩扬石开始疯狂地汇聚 原本海绘岛上的小村庄 也从海绘村变成了现在的海绘城 听了这个半大孩子的介绍 倒是让朱衡宇有些惊讶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 竟然找到了范大师的老窝 不过就算找到了 他也不打算做什么 他和范大师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 可没必要因人家 他只是在岛上收几个移民而已 对比着岛上生活的十万人 他找的那几个移民人口实在不算什么 根据朱衡宇的估计 他们在这海绘岛上招收移民的机会 大概率会以失败告终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里真的很安全 也很富足 什么都不缺 只要和半大小子一样努力肯干 就不会饿死 并且有摩扬建宗高级弟子再次守候 也不用担心被海蛇族袭击 所以朱衡宇并不看好这一次在海绘岛的移民 不过朱衡宇也还是有些期待的 因为他对于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伤心 更多的是交给郑小鱼来全权负责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可能在郑小鱼的规划之下 会有让他意想不到的结果 边走边聊边思考 在半大小子的带领下 朱衡宇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建筑面前 只见这个建筑之上写着五个大字 海绘拍卖行 此时在拍卖行的门口 坐着一名中年妇女 正在收取入场费用 拍卖行需要入场费用还是很正常的 半大小子很快领着朱衡宇来到了中年妇女的面前 满脸微笑着说道 美女姐姐 这是我带来的客人 朱衡宇一听半大小子对于这个中年妇女的称呼 真的是觉得非常别扭 既然这样的中年妇女都是美女 那也可见他那个帅哥的称呼包含了多大的水分 不过朱衡宇倒是不在意这个 半大小子这么称呼中年妇女 也是为了讨生活而已 可能他背地里不知道怎么骂这个老女人了 只见中年妇女抬头看了一眼半大小子 点了点头 然后掏出一个本子 翻开之后 在上面添了一笔 看着这一笔 半大小子更加的眉开眼笑了 随后半大小子交代了几句之后 就直接开开心心的走掉了 朱衡宇来到了中年妇女的面前 准备交钱进入拍卖会 只见中年妇女看了朱衡宇一眼 淡淡地开口说道 一块终极魔能石 什么 朱衡宇瞬间眉头紧皱 大声地说道 因为他刚才明明看见进去的那个人 只交了十块下级魔能石就够了 可是此时到了他这里 却变成了一块终极魔能石 这怎么能够不让他恼目 不想进去就拉倒 没人逼你 中年妇女很显然已经司空见惯了 所以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朱衡宇气愤不已 也不准备参加这个拍卖会了 这个拍卖会这么看人下菜叠 那里面拍卖的东西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在朱衡宇看来 这个拍卖会不是靠拍卖的物品赚钱 而是靠拍卖门票赚钱 所以在听了中年妇女的话 朱衡宇准备直接转身离开 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竟然有两名身形健重的魔体三十段大汉 出现在他的身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不进去也行 不过得帮我把刚才那小子的领路费交出来 否则我们可没钱给那小子支付用金了 中年妇女看着朱衡宇的背影 用玩味的语气说道 被这么一拦住 朱衡宇倒是平静了下来 本不欲惹是生非 可是现在很显然 并不是朱衡宇在惹是生非 而是被人给威胁了 朱衡宇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所以此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 只见朱衡宇满脸微笑地回过身来 看着中年妇女说道 这位美女姐姐 要不通融通融 让我十个夏季魔能使就进去看看 听了朱衡宇的话 中年妇女依旧是一脸的玩味神色 阴阳怪气地对着朱衡宇说道 哎哟 弟弟 不是姐姐我不通融 而是我们拍卖行的规矩就是这样 什么规矩 朱衡宇也一脸玩味地看着中年妇女问道 第3452章大言不惭 中年妇女呵呵一笑说道 这个拍卖行的规矩很简单 就是只有你来了 才会收一块中级魔能石 其他人来到这里 都是十块夏季魔能石就够了 中年妇女这是赤裸裸地嘲讽 拍卖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规矩 这里很明显并不是黑店 那么结论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中年妇女故意这么说的 放肆 朱衡宇瞬间就怒了 随着她的这一掌下去 中年妇女的眼前的桌子 直接变成了碎片 中年妇女吓了一大跳 此时她一脸恐惧地看着朱衡宇 对旁边两名壮汉说道 快上有人在这里闹事 两名大汉听了中年妇女的话 也不犹豫 直接冲着朱衡宇而去 六个魔体三十段并且配合无剑之人 都不是朱衡宇的对手 更何况是这两名大汉 朱衡宇腰间的嗜血魔剑 只是微微出窍 两名冲过来的大汉 就被暗红色的森罗剑 起给斩伤在地 甚至这两名大汉 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只觉得身上被切割了几道伤口之后 就已经倒地不起了 原本单纯被斩伤 其实并不至于让他们倒地不起 可是不要忘记了 森罗斩和嗜血剑气 可都不是吃素的 森罗斩和嗜血剑气 不是一定要斩杀目标 才可以吞噬灵魂和血气的 只要被森罗之力 以及嗜血剑气斩中目标 灵魂和血气就会被强行剥夺 因此 虽然两名护卫的伤并不严重 根本没到倒地不起的份上 但是因为身中森罗剑气 他们的灵魂和气血 被强行剥夺了一大部分 神魂和气血两窥之下 自然是倒地难起了 另一边的中年妇女 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中年妇女很显然没有修炼过 根本就看不清朱衡宇 是怎么打倒这两名壮汉的 看着朱衡宇满脸阴森地 一步一步朝着她走过来 中年妇女此时 已经完全没有了 刚才的嚣张镜头 此时她浑身颤抖 满脸恐惧地看着朱衡宇说道 你要干什么 这里是海会城 朱衡宇怎么会理会这些 只见她走到了中年妇女的身边 抬手就是一个重重的巴掌甩出 中年妇女直接被朱衡宇这一巴掌 打得飞出了三米远 倒地的中年妇女 直接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很快这里就聚集了 很多的围观人群 很多人都知道 这海会拍卖行的规矩 看着朱衡宇现在气愤的模样 他们立即就知道 朱衡宇一定是受不了这里的规矩 才会这样 看着倒在地上的那两名 魔体三十级的大汉 很显然这一次海会拍卖行 惹到硬查子了 随着中年妇女 捂着肿的老高的脸 嚎啕大哭声中 一名管事模样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看着场上狼藉的模样 和倒在地上的哀嚎不已的两名壮汉 中年管事眉头紧皱 怎么回事 管事看着正在嚎啕大哭的中年妇女问道 中年妇女听到管事问话 赶紧停住了哭声 捂着腮帮子 含糊不清地说道 她要闹事 中年妇女指着朱衡宇污蔑道 朱衡宇早就知道了 事情会变成这样 所以她并没有任何气急败坏的样子 反而还饶有免有免质地看着中年管事 她想看看这个中年管事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听完了中年妇女的说辞之后 中年管事眉头紧皱 很显然她也有些发愁 今天碰上朱衡宇这么个硬茶子也是倒霉 不过既然武力不行 她还有其他的办法 以前也不止遇到过朱衡宇这么一个强人 有很多人都做到了朱衡宇现在做到的事情 但是最后还是屈服了 只见中年管事淡淡一笑 不再理会无理取闹的中年妇女 来到了朱衡宇的面前 小伙子实力很强吗 中年管事先是夸奖了朱衡宇一句 朱衡宇也对着中年管事抱以微笑 淡淡地说道 我的实力真的很弱 说到此处 朱衡宇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你们这两个护卫的实力更弱 所以你还是找一个实力强一点的人 来和我说话吧 我怕不小心一巴掌拍死你 听完朱衡宇说的话 中年管事微笑的脸上抽出了一下 不过她的素质很明显 比中年妇女高了很多 只是脸上微微抽出了一下 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只见中年管事依旧是满脸微笑地 看着朱衡宇说道 小伙子 有时候实力强 也不一定代表了全部 看着中年人英狠地微笑 朱衡宇却是毫不在意 甚至他还假装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脸好奇地看着中年人问道 你说的啥意思 难道实力强不是很厉害吗 中年管事听了朱衡宇的话之后 扑斥一笑 很显然朱衡宇这个话 让中年管事觉得好笑 年轻人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权力才是无上的 再强的实力 在权力面前 也不堪一击 中年管事看着朱衡宇 与众心肠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继续说道 我看你是个人才 现在跪下来认个错 答应以后在我们这里当个打手 我就宽恕了你这次的罪过 否则就别怪我 叫来摩扬剑宗的守护弟子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 中年管事和朱衡宇同时大笑了出来 不过中年管事是得意的大笑 而朱衡宇则是怒急返校 这里是摩扬剑宗的地盘 竟然有人敢让摩扬剑宗的弟子跪拜 这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 别说是跪拜了 就是哪怕有一丝的不敬之意 摩扬剑宗的弟子都可以当场斩杀不敬之人 因为这里世世代代受到摩扬剑宗的守护 摩扬剑宗为了抵御海蛇族的攻击 每年不知道会损失多少英烈 所以一般平民们对于摩扬剑宗的弟子都是尊敬有加 特别是这座每时每刻都被摩扬剑宗高级弟子守护的岛屿 并且岛上第一大家族还有摩扬剑宗的长老范大师 因为如此 这海绘岛上的人们对于摩扬剑宗的弟子更是尊敬 朱衡宇没有当场斩杀了这几人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现在听到中年管事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要让他跪拜 朱衡宇终于气地笑出了声 看着中年管事得意的神情 朱衡宇一脸灿烂地说道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诠释 一听朱衡宇的话 中年管事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他没想到朱衡宇竟然天不怕地不怕 看着朱衡宇的模样 中年管事也知道他必须要下一次血本了 第3453章躲入筛康 要知道在这请一次摩扬剑宗的弟子 可是一次很大的消耗 要想请动一名摩扬剑宗弟子来撑场面 最少也需要一百终极魔能石 而这请来的还是实力最次的那一个 要想请到那实力最强之人 需要高达一万块终极魔能石才能够办到 不过在中年管事看来 对付朱衡宇只要最弱的那个人过来就可以了 随后他就打发手底下人 去请摩扬剑宗的弟子了 朱衡宇就站在那里 等着人过来 他倒要看看 今天这个中年管事最后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臭小子 你的死期到了 中年妇女亮亮呛呛地站起身来 捂着肿的老高的腮帮子 对着朱衡宇叫嚣道 朱衡宇哪会理会这种泼妇 根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在朱衡宇的眼里 这名中年妇女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对摩扬剑宗弟子不敬 就算朱衡宇不杀他 一会儿赶来的那个人 也会替朱衡宇杀了他 摩扬剑宗弟子就是这么的霸道 不一会儿 一名身穿着摩扬剑宗出击弟子服饰的人 在一众人的簇拥下 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只见此人一边敷衍地和身边之人打着招呼 一边趾高气昂地朝这边走了过来 因为朱衡宇没有穿摩扬剑宗的弟子服饰 所以这个人并没有认出朱衡宇 不过朱衡宇倒是认出了朝他走来的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因为收了王瑞的贿赂 在朱衡宇领取新人弟子物品的时候 为难他的那个人 此人当初还被刚进入宗门的朱衡宇击败过 最后被执法堂的王长老 伐去和山外弟子一起种地 看着这个人慢慢朝自己走来 朱衡宇露出了满脸的微笑 这一次他是真的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看着这人慢慢走了过来 朱衡宇也迎了上去 待到两人慢慢接近 来人也终于看清了朱衡宇的脸 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丝毫趾高气昂的模样 脸上全是惊恐的表情 而朱衡宇倒是热情地走上前去 一把捂住了他的手 尼圣 好久不见了 再看另一遍的尼圣 牙关打颤 脸上满是惊恐之情 他想起了当初被朱衡宇支配的恐惧 要知道当初朱衡宇罚他每天给竹子浇水 可是让他吃足了苦头 为此他特意接下来这个守护岛屿的任务 就是为了要避开朱衡宇这个魔鬼 可是现在他记忆之中地魔鬼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而且还带着满脸的微笑 别人也许不知道 但是这尼圣作为朱衡宇的敌人之一 他怎么可能不关注朱衡宇的所作所为 朱衡宇是谁 那可是天不怕的不怕 无人敢惹的存在 别说是区区摩扬剑宗的弟子了 即便是范大师清零 朱衡宇都未必买账 确实 范大师确实牛 身份和地位也足够高 可是 范大师在牛 能牛得过苏紫云吗 面前这位朱衡宇 那可是连苏紫云都敢招惹 并且正面对抗的主 虽然没人敢明着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朱衡宇是足以获苏紫云匹敌的 下一任摩扬剑宗掌门的有力争夺者 虽然暂时来说 范大师确实拥有着很高的身份和地位 但是老话说得好 末期少年穷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范大师就算暂时可以压制朱衡宇 可是一旦朱衡宇上位 范大师就麻烦了 最恐怖之处在于 朱衡宇甚至都不需要成为 摩扬剑宗的掌门 他只要顶替掉范大师的位置 成为食堂的堂主 便已经足以碾压范大师了 因此 虽然范大师暂时确实可以压制朱衡宇 但是以范大师的老奸巨华 却肯定不会这么做 所谓欺老不欺幼 范大师是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否则的话 一旦朱衡宇上位 这范家恐怕会被他连根拔起 在中年管事看来 就算是最低级的一个摩扬剑宗弟子 只要站在拍卖行前 就没人敢动 若是朱衡宇到时候还敢动一下 那就是袭击摩扬剑宗弟子的罪名 要知道这里可是海会道 敢袭击摩扬剑宗弟子之人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本来中年管事是想花最少的钱 借着尼盛摩扬剑宗弟子这个身份 让朱衡宇好好地尝尝教训 可事情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当尼盛看到朱衡宇的那一刻 他平时纳指高气昂的气势 已经完全没有了 反而变成了瑟瑟发抖的 带宰羔羊一般 这在中年管事看来 根本接受不了 他此时瞪大了双眼 看着满脸恐惧瑟瑟发抖的尼盛 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唾沫 再反观另一边的朱衡宇 则是满脸的微笑 丝毫看不出紧张的神色 中年管事不是傻子 他知道这一次 可能是真的碰上硬茶子了 再看尼盛那里 已经抖入筛糠 他现在真恨不得 把这个中年管事 给千刀万剐了 惹谁不好 惹到朱衡宇 尼盛可是知道朱衡宇的厉害之处 本来他还想要哪天找时间 报复一下朱衡宇 可是朱衡宇的提升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随着朱衡宇疯狂地提升魔体的等级 尼盛已经熄灭了 报复朱衡宇的想法了 可是这依然不能够让他放心 终于在朱衡宇 从魔阳秘境之中走出来 到达了魔体二十段的时候 他真的害怕了 怕朱衡宇不放过他 还会来报复他 所以最后尼盛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宗门 而这个时候 正好有一个外派任务 去守护海绘岛 尼盛毫不犹豫地 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其实这种外派任务特别的不好 很少有人会接的 因为外派任务 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点 那就是都非常的危险 守护海绘岛 看似经常能够捞外快 还能够够受到那些平民 和达官贵人的尊敬 但是同时 这个任务也承担着极高的风险 要知道最低级的虾兵 可都是拥有着最少魔体时段的实力 并且还有更高级的蟹将和那些海蛇统领 所以只要不参加军队的人 都很害怕这些海族 因为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还拥有天生的战甲 防御力惊人 当时的尼盛哪里知道这些 而且就算知道这些 他也不会在乎 尼盛在乎的就是 怎么远离朱衡宇 可是来到海绘岛 第一次见识了海蛇族 那疯狂的进攻之后 尼盛就已经怂了 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要是私自回去 那可是会被视作违抗宗门的命令 最少也是个逐出师门的罪责 没有办法的尼盛 只能靠着小心 在这海绘岛上勉强地生存 第3454张大转弯 要不是这些海绘岛上的居民 都对摩扬建宗尊敬有加 让尼盛有了一种人上人的感觉 他可能早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尼盛靠着这些平民的尊敬 也是慢慢地找回了一些感觉 最后他不但没有在一次次的海蛇族进攻之中战死 甚至还混得不错 魔体等级也是已经升到魔体15段了 而随着魔体的提升 他的小日子也更加地滋润 在每天锦衣玉石和无数人的尊敬声中 尼盛已经开始慢慢淡忘了 那个让他不敢回忆的恶魔 但是谁知道 这一天 他的梦终于醒了 过了好一会儿 尼盛才反应过来 只见他全身颤抖 竟然直接跪了下来 朱衡宇也是被尼盛的这一举动下了一跳 赶紧上前扶住尼盛说道 你怎么了 要知道虽然朱衡宇已经高出了尼盛两倍的魔体等级 但是朱衡宇现在依旧还是个普通的外门弟子 而尼盛也是一名外门弟子 根本不用给朱衡宇跪下的 可是现在事实情况就是 这个尼盛给朱衡宇跪下了 再看另一边的尼盛 他也不想跪 可是没办法 他的双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 因为朱衡宇在他心里已经产生了强大的心理阴影 本来尼盛以为他已经忘了朱衡宇 甚至是不会再害怕朱衡宇了 但他还是错了 他只是把朱衡宇的阴影忽略了而已 现在尼盛重新再次看到朱衡宇 终于又唤醒了他心中的那种 对于朱衡宇彻夜难眠的恐惧 此时微观的所有人都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要知道摩扬剑宗根本就没有跪拜的规矩 就算是山外弟子见到掌门 也不必跪拜 只需要行礼即可 但现在尼盛竟然给朱衡宇跪下了 而且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朱衡宇也是摩扬剑宗的弟子 否则肯定会更加地吃惊不已 而此时旁边的中年管事已经完全惊呆了 张大了嘴巴看住尼盛 随着尼盛被朱衡宇搀扶起来 中年管事这才反应过来 只见中年管事吞了一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尼盛的身边 满脸恭敬地看住尼盛说道 尼盛摩使 这位 中年管事虽然话没有说完 但是他的意思很明显 他想要知道朱衡宇是什么人 朱衡宇为什么会让尼盛跪拜 此时的尼盛已经好多了 很显然朱衡宇并没有丝毫的恶意 他对于这一点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听了中年管事的话 尼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给了中年管事一个大巴掌 瞬间中年管事就被抽飞了出去 和那的中年妇女一样摔到了角落 随后中年管事捂住红肿的腮帮子 慌忙站起身来 一脸惊恐地看住尼盛说道 尼盛摩使 你这到底是怎么 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尼盛上去又是一脚 直接又把中年管事踹飞了出去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猛 不管是围观的群众 还是朱衡宇和中年管事 都不知道尼盛这是要干什么 此时的中年管事 已经痛得站不起身来了 要不是他有接近十段的摩体等级 可能现在已经被尼盛打死了 此时所有的人都是满脸的问号 他们我真的不知道 尼盛为什么会忽然发飙 而其实尼盛发飙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单纯的生气 生气这个中年管事没有眼力尽 生气中年管事不去找别人 偏要来找他 越想越气的尼盛 还想要再补上一脚 却被朱衡宇赶紧拉住了 尼盛 你要干嘛 你滚 尼盛的滚字只说了一半 再看到是朱衡宇拉着他 又赶紧咽回了肚子里 随后尼盛的表情忽然来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原本凶狠暴力的模样完全消失 变成了一脸谄媚和讨好的笑容 朱师兄 你快坐 你快坐 微观的所有人都瞬间明白了过来 原来朱衡宇也是摩扬剑宗的弟子 而此时还倒在地上的中年管事 已经想死的心都有了 得罪了摩扬剑宗弟子 怎么可能还有他的好果子吃 而另一边 一直在角落里撒泼的中年妇女 更是已经完全呆住了 中年妇女这次可是捅了大娄子 这份收钱的美差丢了是小 他估计他的小命都是肯定保不住了 不过此时很显然 场上的主角已经不是他了 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份了 连中年管事都已经被打得站不起来了 他此时只是脸上肿起一大块 已经是万幸了 再反观尼盛 一脸谄媚地把朱衡宇请到的座椅之上 朱师兄 你怎么有空来这海绘岛呀 要知道海洋之灾马上就要开始了 尼盛想要用海洋之灾的名头 把朱衡宇吓走 他还不知道朱衡宇已经从军了 因为在朱衡宇摩体二十段的时候 尼盛就已经跑了 而新兵这种事情也不会外洋出去 所以远在海绘岛的尼盛 还根本不知道朱衡宇已经成为了摩扬小队长 朱衡宇这次来就是为了抵御海洋之灾的 看住尼盛一眼 朱衡宇淡淡地说道 海洋之灾很厉害嘛 一听朱衡宇不知道海洋之灾 尼盛可就来劲了 他生动形象 天油加醋地形容了一遍海蛇族入侵的恐怖情形 朱师兄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这里相当的危险 朱衡宇微微一笑 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都不怕我怕啥 尼盛被朱衡宇这句话直接毒死了 他一个魔体十五段的人都不怕海蛇族入侵 朱衡宇这个魔体三十段的人物 又怎么会怕小小海蛇族呢 想明白了这一点 尼盛摸了摸脑袋 黑黑地笑道 朱师兄说的是 我都不怕 你还怕啥 其实那海蛇族也就是魔体三十段而已 我想他们在朱师兄的眼中肯定是不堪一击 威胁不成 尼盛就改为溜须拍马 争取给朱衡宇留下个好印象 这样以后朱衡宇找他麻烦的时候 也不至于下手太狠 朱衡宇也不想和尼盛再摸击下去 摇手打断了尼盛的连续马屁 随后朱衡宇淡淡地说 你先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吧 这是正事 听了任朱衡宇的吩咐之后 尼盛也正色起来 朱师兄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朱衡宇懒得解释 就指着躺在地上的中年管事说道 你问他吧 尼盛听了朱衡宇的话 应一声之后 转身来到了中年管事的身边 此时的尼盛 哪还有刚才在朱衡宇面前的那种谄媚了 只见尼盛一脸的凶狠 看住中年管事 咬牙切齿地说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3455章就由自取 中年管事可是吓坏了 赶紧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中年管事还不住给尼盛磕头 求求尼盛摩屎给小的求求情 让那位摩屎饶了我这狗命吧 听完了中年管事的话之后 尼盛已经气得浑身颤抖了 惹谁不好 去惹朱衡宇这个煞心 此时 这个中年管事和那名中年妇女 在尼盛的眼中已经都是死人了 随后他直接拔出了腰间的符纹铁剑 看住尼盛手中的符纹铁剑 中年管事赶紧连滚带爬地来到尼盛身边 替泪横流地苦苦哀求道 尼盛摩屎 你就饶了小的一命吧 不管多少钱 小的都赔 看住中年管事的模样 尼盛厌烦地一脚把他踢开 然后说道 你找我有个屁用 你得罪的是谁 你不知道吗 中年管事瞬间明白了尼盛的意思 然后他又连滚带爬地来到朱衡宇的面前 求魔使饶命 小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请魔使大人有大量 饶了小的吧 小的一定会想法弥补你刚才受到的惊吓 说这话 中年管事磕头如捣钻一般 对住朱衡宇疯狂地磕头 朱衡宇本想把这件事直接交给尼盛处理就完了 可是他知道 要是把这中年管事交给尼盛 那就只有等死的份了 朱衡宇虽然不是什么善人 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 就要取缘性命 和一个普通人一般见识 这样太跌了 此时正好中年管事说到补偿 朱衡宇正好急颇下驴 也算是给中年管事一条活路 你说说什么补偿吧 一听有戏 中年管事赶紧擦去脸上的鼻涕和泪水 激动地说道 小的愿意对住这次的事件赔偿一千块终极魔能时 朱衡宇还没说话呢 旁边的尼盛瞬间火冒三丈地走过来 对住中年管事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 你打发叫花子呢 朱师兄三十段魔体 你就给他一千终极魔能时 你看看在这海绘岛上 你一千终极魔能时 能请到哪一个魔体三十段的人 再说了 你的小命就值一千终极魔能时 尼盛这话说得不错 中年管事也发现他报的价格有点低了 这也是中年管事常年经商养成的毛病 习惯性压架 听了尼盛说的话之后 中年管事赶紧改口道 朱魔石 对不起 我刚才嘴瓢了 不是一千块终极魔能时 是一千块上级魔能时 一千块上级魔能时 这个价格可是不低了 听了这次的报价 尼盛才没有再出声 而朱衡宇其实也不在乎钱多少 他也本来就没有想杀了中年管事 不过既然中年管事要给他这么多魔能时 朱衡宇当然也是乐意至极 看住正捂住一边肿起的脸颊 一脸稀迹看住他的中年管事 朱衡宇微微一笑 然后点了点头 淡淡地说道 这次看在尼盛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了 中年管事一听 如蒙大赦 赶紧对住朱衡宇又是一阵磕头如捣蒜 现在只要不死 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 多谢朱摩使饶术 多谢朱摩使饶术 看住地上的中年管事 朱衡宇挥了挥手 就让他退下了 看住中年管事退到一边 尼盛又来到了中年妇女的旁边 此时最恨中年妇女的不是朱衡宇 也不是尼盛 而是中年管事 要不是中年妇女这么没有眼力架 此时他也不用这般的低三下四 如野狗一般地在这起命 此时若不是朱衡宇和尼盛两人在场 他一定会找个机会 把这个中年妇女杀之而后快 不过现在有两名摩扬剑东的弟子在场 当然没有中年管事说话的份 只见尼盛走到中年妇女的身前 冷冷地开口说道 还有什么一言 这里的事情 一切起源都要从中年妇人的嚣张跋扈 欺人太甚说起 所以中年妇女就是整件事的罪魁祸首 尼盛能饶了中年管事 可是饶不了中年妇女 此时中年妇女已经呆若木鸡 对于尼盛的话根本完全没有反应 他已经完全吓傻了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哪里看过这等架势 平时在他面前 指高气昂的中年管事 都已经像一只狗一样 姚伟起命 才勉强活了下来 可见现在他的处境 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此时围观的所有人 都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他们对于中年妇女的行为 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所有人此时对于中年妇女 都没有丝毫的同情 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在他们看来 得罪了摩扬建宗的弟子 就是死路 摩扬建宗每年为了人民们 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而中年妇女不但不尊敬 还要辱骂 这简直让众人都无法忍受 此时不单单在尼盛的眼里 在围观群众的眼里 中年妇女也只剩下了死路一条 此时中年管事 好不容易保住了自己的命 更不会管中年妇女的死活 而且此时他也是恨及了 中年妇女 这种欺负外乡人的伎俩 已经为拍卖行 招来了好几次祸害 只不过最后不是 被那两名壮汉拦住 就是被赶来的 摩扬建宗弟子镇住 因为之前这么做 都是平安无事 所以中年管事 也是掉以轻心 没有把中年妇女的这种行为 当一回事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中年妇女终于惹到硬查了 中年管事 一定是不会管他的死活了 在所有人 冰冷而厌恶的目光注视下 中年妇女流出了 两行悔恨的泪水 只是此时 什么都太晚了 看住尼盛满脸杀气 手里提着符纹铁剑的模样 中年妇女 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她的心中 已经后悔到了极点 可是尼盛可不会管这么多 看住中年妇女 瘦手等死的样子 尼盛毫不犹豫地 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冲着中年妇女的脖子 一剑劈下 就在这时 一道黑球冲着尼盛飞出 在黑球打中尼盛的时候 她瞬间就动不了了 正是朱衡宇的魔能禁锢 此时的尼盛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脸惊恐的用力 可是却怎么也动不了 这时朱衡宇慢慢地来到她的身边 取下了她手中的符纹铁剑 随着朱衡宇拿到符纹铁剑 三夕时间也过去 尼盛终于能动了 不过此时 符纹铁剑在朱衡宇的手中 他想杀人也杀不了了 第3456章崇拜 只见尼盛一脸疑惑地看住朱衡宇 朱师兄 你这是 饶他一命吧 朱衡宇淡淡地开口说道 这 尼盛有些为难起来 因为这件事不单单是朱衡宇 受了1.7那么简单 这是摩扬剑宗的弟子 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这件事在尼盛看来很重要 不尊重摩扬剑宗弟子的人都要死 这个想法自然是有些偏激了 不过朱衡宇也能够理解 在战场上拼命杀敌 回来还得不到应有的尊敬 这放在谁身上都有些接受不了 尼盛这是想要杀鸡锦猴 让这些围观的群众和中年管事长点记性 不过朱衡宇可不这么想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守护这些普通平民而存在的 若是他们在战场之上拼命杀敌 想要保护的普通平民 最后被他们杀了 这样他们还谈什么保护 所以虽然中年妇女让朱衡宇非常的气愤 但是罪不知死 这才是朱衡宇为什么饶他一命的原因 他若是杀了这名中年妇女 就代表着前线战场上的战士们白出了一份力 最后经过了一番思索之后 朱衡宇还是决定饶了这个中年妇女的性命 经过了朱衡宇的解释之后 尼盛也收起了力气 默默地低下了头 他不得不承认朱衡宇说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他也不敢念了朱衡宇的意思 既然朱衡宇都不想杀人 他一个外人还凑什么热闹 此时围观的人群 听到朱衡宇的观点 都是一脸的崇拜之色 这才是他们心中的摩扬剑宗弟子 也不知是谁先鼓掌 随后就有人跟上 最后围观的人群之中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们是在表示对于朱衡宇的尊敬 也是对于奋斗在前线的战士们的尊敬 更是对于摩扬剑宗的尊敬 看住围观的人群热烈的掌声 尼盛慢慢地收起了长剑 他的心中有一丝奇异的感觉在蔓延 以前他身边围绕的人 都是一些谄媚之人 总是透过各种办法拍他的马屁 虽然这些人每天都是卑躬屈膝的样子 但其实尼盛并没有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尼盛看来 他们不是尊重 只是害怕而已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围观群众的掌声 每一下都是发自内心的 群众们是真的被朱衡宇的话语所打动 此时群众是发自内心地尊重住他们 尼盛这一辈子 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么纯粹的尊重 这次的掌声 给尼盛带来的深远的影响 从此摩扬剑宗 少了一个一事无成的小人物 多了一个战场之上奋勇杀敌的强兵汉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只说此时场上 中年妇女眼中已经饱含株泪 朱衡宇的话 让她的触动也很深 摩扬剑宗的弟子为了他们的平安 在前线奋勇抵抗海蛇族的清晰 但是 他却在这里做这些隐隐狗狗的迫事 他对于先前为难朱衡宇的行为 表示出了深深的自责 不过就算如此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不尊重摩扬剑宗的弟子 受到一些惩罚还是必须的 对于怎么惩罚中年妇女 朱衡宇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他把这里的事情全权交给了尼盛之后 直接转身进入了拍卖行内 而尼盛的惩罚也很简单 打一顿就完事了 不过打几下都无所谓 摩扬族的毕竟是魔族 魔族的体质比较强 这一点皮外伤 只要养个几个月 就能够完全恢复 但是中年妇女因为这次的行为 却是惹来了群众们的反感 将直接导致他和他的家人 在海绘岛之中根本没办法立足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 就算中年妇女已经知道了他的错误 但也为时已晚 就算朱衡宇大人有大量原谅了他 围观的群众们也不会原谅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中年妇女一家最后只会被所有人孤立 他们已经无法再生活在海绘城之中了 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朱衡宇需要在乎的了 现在朱衡宇更在乎这次拍卖会 他还是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所以很想见见 再来就是白白得来了一千上级魔能石 他也准备直接花出去 只见朱衡宇不再管这些事 直接转身进入了拍卖行之中 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和朱衡宇收入场费了 进入拍卖行之后又是另一番天地 只见这拍卖行之中就彷復一个大型的宴会厅一样 几个人围坐在一桌 而桌上摆满了瓜果点心 不过朱衡宇好像不需要坐在这里 带到朱衡宇走近之后 早有一名侍从来到了朱衡宇的身边 外面的声势那么大 里面怎么可能不知道 此时拍卖行的人已经早就知道了朱衡宇乃是摩扬剑宗弟子 所以对他恭敬有加 这名是从恭敬地把朱衡宇引到了楼上的包厢之中 这里的情况就和外面的完全不一样了 这包厢里装潢得甚是华丽 在包厢的正中 有一把豪华的椅子和一张桌子 这里的桌子不但比一楼大厅的名贵很多 而且在桌子之上摆放的食物 也是要比大厅桌子上摆放的食物珍贵许多 朱魔石请在这里稍等片刻 拍卖马上就会开始 还有那一千上级魔能石也很快会有人给您送过来 说完之后 侍从拍了拍手 就有两名伸住火辣衣服的女子进入了包厢 两女子进来之后 直接开始为朱衡宇端茶倒水 朱衡宇对于他们的安排很满意 点了点头说 嗯 那一千上级魔能石不用送上来了 我一会儿就会把它花了 来回搬运挺费劲的 侍从听了朱衡宇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一切照您吩咐的来办 朱衡宇又点了点头 就不再理会这名侍从 侍从也是精明异常 看住朱衡宇不再理他 他也不刻意地上赶出去讨好朱衡宇 只是对住朱衡宇深深地鞠了一躬 就慢慢地退出了房间 此时房间之中的朱衡宇一边享受着美食 一边透过眼前的窗户 观察着大厅之中的状况 大厅之中已经坐了不少人 不过这个大厅实在不小 所以并没有坐满 还有很多的空座 在大厅的中央 是一个圆形的舞台 朱衡宇估计那里就是拍卖的地点 而随着一名深注华丽的中年人 走上台开口讲话之后 也证明了朱衡宇的猜测 第三千四百五十七张 娇艳欲低 大家好 我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持人 中年人介绍完自己之后 又介绍了一下拍卖的规则和一些注意事项 其实规则很简单 拍卖之物 价高者的之 不过每次拍卖的物品都会有一个起标价 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用权力去逼迫其他人 直接免费拿走了拍卖品 这么简单的规则 朱衡宇一听就明白了 随后主持人也不再摸击 直接开始拍卖 只见一名美女在两个摩体三十五段随从的保护下 端住一个盒子 慢慢地走到了台上 美女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在了专门放拍卖品的桌上 看住这个盒子 主持人慢慢地开口说道 今天的第一件开场拍品 是一块极寒玄铁朱衡宇对于锻造没有太多的研究 对于这极寒玄铁 还真没什么研究 看住一部分人满脸的疑惑之色 主持人微笑着继续解释道 这极寒玄铁乃是产自深海之物 一听主持人这么一说 朱衡宇就知道了这极寒玄铁 肯定是缴获自海蛇族的战利品 而随后主持人的话也证明了朱衡宇的想法 这块极寒玄铁是我们的前线战士 在击杀了一名海蛇统领之后得到的 其实大部分人只知道玄缘重铁 却很少人知道这极寒玄铁 主持人随后又把这极寒玄铁的功效和特性 说了一下 极寒玄铁比之玄缘重铁要轻上许多 这一点它要比玄缘重铁 更加的适合制作武器 毕竟玄缘重铁真的很重 用玄缘重铁打造的物品 很少人能挥舞自如 不过这极寒玄铁就没有这个弊病 极寒玄铁重量较轻 而且也有着和玄缘重铁一样的坚硬程度 所以只从重量这方面来看 极寒玄铁给普通的魔羊族修行者制作武器最适合适 不过它的另一个特性又极度的不适合魔羊族 极寒玄铁顾名思义 这种材质的含性极重 比之玄缘重铁又要高了几个等级 以魔羊族的体质 不要说是当作武器长期都待在身边了 就算只要轻轻碰上一下 那魔体等级偏低的人都会被冻伤 所以说这块极寒玄铁积极地积累 不过虽然不能够当武器 但也不代表没有用处 其实在朱衡宇看来还是很有用处了 比如说冻一些比较容易腐烂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 朱衡宇是不太需要这个东西 既然没有兴趣 朱衡宇不再过多的理会 而是悠闲的地吃起了食物 随着主持人介绍完毕 有人开始出价 六百终极魔能时 出价直接来到如此高的价格 只因这极寒玄铁确实珍贵 这极寒玄铁不单单在魔羊族之中极为稀少 其实它在海蛇族之中同样稀有得很 既然是这么珍贵的物品 就算是没有什么大用处 但是拍卖行依旧定下了六百终极魔能时的起拍价 随着有人出价 竞标慢慢地开始了 经过了一番不算激烈的竞争之后 最后还是被最开始出价的那个人 以七百四十终极魔能时的价格 获得了这块珍贵的极寒玄铁 随后这名近拍者就跟注视者去到了后面进行交易 第一件物品顺利拍出之后 第二件物品也跟注开始 第二件物品是一枚六级的丹药 但对于丹药 朱衡宇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要不是现在朱衡宇的魔体等级不够 这一枚小小的六级丹药 他自问可以轻松地炼制出来 不过朱衡宇不感兴趣 可不代表其他人不感兴趣 随着这枚丹药开始起拍 价格就在一次次地往上疯涨 很快这枚六级丹药的费用 来到了一百上级魔能时的高价 要知道这枚六级丹药的起拍价 只有十块上级魔能时而已 既然被炒到了这么高的价格 这一百上级魔能时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了 此时只剩下了三个人在争抢 又经历了几轮出价后 最后这枚六级丹药被一名胖胖的中年男子 以一百一十块上级魔能时获得 随着一件一件的物品拍出 拍卖会慢慢地进入了高潮 看看这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 朱衡宇也长了一番见识 不过这些拍卖的东西 朱衡宇都不是很有兴趣 他现在需要的提升魔体 或是海蛇族需要的物品 但是拍卖的物品 除了第一个极寒玄铁海蛇族会需要 再也没有让朱衡宇满意的东西了 而就算是极寒玄铁 就产自海洋 就算卖给海蛇族 也收不到什么太多的利润 所以朱衡宇才没有参加竞价 不过随着拍卖的持续进行 终于有一件东西 让朱衡宇提起了兴趣 下面这件物品可是极为稀有的 说着话 主持人接过美女手中的一枚透明玉瓶 只见这透明玉瓶之中 有着一株很小的紫色植物 朱衡宇看到玉瓶之中的紫色植物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这株小小的紫色植物可是不简单 正是海蛇族所需要的画龙四宝之一 龙咸草 看住这株龙咸草 朱衡宇决定一定要把它拿到手 这株龙咸草对于它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只要它拿到这一株龙咸草就可以让沧水去海蛇族那里去换取海量的财富 要知道龙咸草这种画龙四宝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每一次画龙四宝其中一样在海蛇族内出世都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在脱离低等种族和金钱的面前 海蛇族的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今天就算朱衡宇用身上全部的魔能石拍下这一株龙咸草 他也不会心疼一下 因为他只要转手卖给海蛇族 那所获得的的利润根本就不是几万上级魔能石的事 按照朱衡宇的猜测和沧水当时话里的意思 一株龙咸草如果卖给海蛇族 至少能换得十万甚至是几十万的上级魔能石 这个财富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到那时候朱衡宇拿着这么多钱 就可以做很多他想做的事了 甚至是开宗立派 另立山门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朱衡宇肯定没有这个想法 至少现在他在魔阳剑宗之中过得还很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从无到有的建立一个宗门 看中那一株娇艳欲滴的龙咸草 朱衡宇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倒是主持人并不住急 甚至还讲了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朱衡宇听来却很没劲 第3458章小胖子 因为主持人讲的并不是海蛇族画龙四宝的故事 画龙四宝在海族虽然是人尽皆知的事 但是魔阳族却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 甚至根本不知道画龙四宝这句话 所以主持人讲的故事和沧水讲的画龙四宝 基本上完全没有关系 传说中 所谓的龙咸草原本只是一根普通的 是生长在龙巢的杂草 由于常年遭受龙咸的浇灌 吸收了龙咸的精华之后 成长为龙咸草 所谓的龙咸 指的是龙族的唾液 吸收真龙口水 生长起来的青草 也蕴含了龙族的一丝真龙之力 因此 对海蛇族来说 这龙咸草绝对是稀释珍宝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这真龙之力 可不止对海蛇族有用 对魔羊族来说 龙咸草也是有着很高的价值的 虽然不可以直接服用 但是在炼丹的时候 却是最佳的丹药提纯剂 经过真龙之力的淬炼之后 丹药的品级 可以强行提升一品 甚至更多 因此 对魔羊族来说 这龙咸草也依然是难得一见的仙草 其价格自然也是不低 不过朱衡宇对于这些 都是完全不在乎 他现在只想不惜一切代价 拍下这朱龙咸草 虽然朱衡宇有些助级 但其他人却不急 大部分人都没听过龙咸草 所以都是好奇不已 半个时辰之后 主持人终于讲完了龙咸草的故事 其实主持人也不是故意要拖延时间 他当拍卖行的人 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把龙咸草卖个高价 这个故事正是要把龙咸草的身价抬上去 现场众人都是为了拍卖而来 结果这主持人一讲就是半个时辰 虽然故事很稀奇 也很精彩 但是依旧让所有人都有些不耐烦了 主持人也发现了这个状况 于是也不再耽搁 直接开始起拍 这一株龙咸草如此的名贵 所以其标价是十块上级魔能石 十块上级魔能石 厂下有人惊叫道 要知道龙咸草虽然是仙草 但是大多数人却根本用不到 就算这株龙咸草在名贵 在稀有 它也只是富药 而富药的价格永远不会太高 要不是主持人之前讲的故事 可能已经有人开始骂娘了 而就算是这样 长下也传来了一阵阵的质疑声 十块上级魔能石 就是一千块中间魔能石 而兑换成下级魔能石 更是需要十万块 十万块下级魔能石 能够让一个普通人 一世无忧一辈子 而现在一株没什么大样的龙咸草 竟然起拍价就是这个数字 总是有些有钱人的想法 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们对于魔能石没有概念 因为他们有的是魔能石 他们更在乎的是 这个东西是否稀有 而且就算是用来炼药 龙咸草也是极为稀有的富药 要知道炼丹师同样不差钱 这才是拍卖行 把这一株没什么大用的龙咸草 开出这么高价的原因 而今天的拍卖 也真的有这样的人 随着主持人宣布开始竞标 就有人直接喊出了报价 十一块上级魔能石 朱恒宇有些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比他还迫不及待的 想要获得这龙咸草 不过朱恒宇倒是没有在意 因为十块上级魔能石 对真正的有钱人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所以朱恒宇还要再等等看 还有没有其他人竞标 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的 随着第一个人喊完报价之后 第二个人也马上接上 十二块上级魔能石 随后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开始陆续报价 经过了几轮竞价之后 这一株龙咸草 已经被抬到了 三十块上级魔能石的高价 此时的朱恒宇 有点被惊吓了 他很照耀 他们花这么多钱 买下这一株龙咸草 要做什么 魔羊族又不能画龙 而且魔羊族也属于高等种族 完全没有必要去画龙 不过有钱人的世界 就是这么难以理解 当龙咸草的价格 上升到五十块上级魔能石的时候 终于有人支持不住 停止了继续加价 此时只剩下了三人在竞价 而随着人数减少 这剩下三人的加价也变多了 开始都是一块一块的往上价 而随着人员慢慢的减少 现在变成了十块十块的往上价 在这最后三人的疯狂竞价之下 这株龙咸草的价格 很快就升到了一百块上级魔能石 随着价格到达如此高的价格 又有一个人退出了拍卖 此时只剩下了两个人 其中一位是满面胡须的老者 这老者一看他身上的那种气质 就知道应该是一名炼丹师 他需要这株龙咸草的原因也很简单 自然就是炼丹的 不过这丹药一技服药就这么贵 想来齐炼制的丹药绝对是高级丹药了 否则的话根本不值得花这么高价 去买一株龙咸草 而另一个人是一个小胖子 这小胖子满脸笑呵呵的 好像没事人一样 很显然这点钱对他来说完全不算什么 在楼上包厢的朱衡宇 细细地观察住这两个人 在他看来 那名炼丹师可能要放弃了 因为这一百魔能石的价格实在太高了 连朱衡宇都能够猜测 他要炼制什么丹药 熟读除菌和丹精之后 基本上所有的材料和配方 对朱衡宇来说都是烂熟御性 龙咸草作为副药 没有太大的作用 而且极其稀少 所以很少丹药需要用到龙咸草 朱衡宇目测了一下老者 大概的魔体等级之后 就已经猜出了这名炼丹师 到底要炼什么丹药了 七宝血宁阴阳丹 五级丹药 作用只有一个 增强魔体等级 一枚七宝血宁阴阳丹的价格 就在一百块上级魔能石左右 不过很显然 这名老者不是要炼制丹药卖掉 因为这样做的话 老者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了 所以在朱衡宇看来 这个老者敢以这么高价 竞拍龙咸草 一定是他自己极其的需要 或是他的至亲极其的需要 又或者说他是想用这颗丹药 来强行破关突破桎梏的 否则他根本不会下这么大的血本 买着猪龙咸草 再反观另一边的小胖子 此时一脸的悠哉悠哉 正和他身边的人有说有笑 而在他的身后 占了足足有三名魔体三十段的随从 很显然这个小胖子很不简单 在这海绘岛上 能够让三名魔体三十段之人 心甘情愿当他保镖 也只有岛上第一大家族 范家可以办到了 朱衡宇虽然不知道这个小胖子是谁 不过很显然 这个小胖子在范家的地位很高 第3459章完全不在乎 此时隔得远 朱衡宇并不能够确切地知道 小胖子的魔体等级 也不好判断小胖子的地位 到底处在范家什么样的位置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让朱衡宇放弃这一株龙咸草 别说是范家的一个小胖子 就算是范大师亲来 朱衡宇也要和他争一争 老者和小胖子继续网上叫价 很快的价格来到了200上级魔能石 这次老者终于顶不住了 虽然他很需要这一株龙咸草 但是他只有200上级魔能石 此时再网上叫价已经是不可能了 再反观另一边的小胖子也有些难受 很显然这200上级魔能石 对他来说也已经是不小的负担了 就算是范家之人 花笑也不是无限的 看住老者退出之后 小胖子露出了趾高气昂的神情看住他 200上级魔能石 那可是高达200万初级魔能石 虽然也不算太大的一笔钱 但也绝对不算小数字了 而老者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起身离开了座位 此时已经无人再和小胖子竞价了 主持人见状就要拍板成交 就在这时 楼上的朱衡宇忽然喊道 300上级魔能石 朱衡宇直接升了100块上级魔能石 这一出手就是300万下级魔能石 这手笔可谓惊人 原本以为已经结束了的场上众人 纷纷地抬头看向了朱衡宇所在的包厢 可惜的是 朱衡宇可不会让他们看到 不过就算看不到朱衡宇 场上的人依旧又热闹了起来 所有人都好奇起来 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 而此时范家的小胖子也是眉头紧重 没想到即将到手的收藏品 又被人加了架 只见小胖子咬牙切齿地和身边的一名随从 说了两句 那名随从点了点头之后 就转身离去了 看住随从离去的身影 小胖子一咬牙又再次高喊道 400上级魔能石 500上级魔能石 朱衡宇毫不犹豫地跟住喊道 人群之中已经完全震惊了 要知道这一株龙咸草的起拍架 可是只有10块上级魔能石 可是现在已经被抬到500上级魔能石这样的巨款了 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的眼神 看向小胖子和朱衡宇所在的包厢 而此时这三家的小胖子也是满脸的阴沉 这500块上级魔能石可是他一年的花响 可是就为了一株龙咸草就全花光了 对于朱衡宇 他现在已经是恨之入骨了 小胖子刚才就是打发他的随从 去探听朱衡宇的状况 在海绘岛之上 敢让范家之人下不来台 小胖子一定要让他知道范家的厉害 反观另一边的朱衡宇 倒是一脸的轻松自在 首先 他现在用的钱都是拍卖行陪他的魔能石 所以朱衡宇一点都不心痛 而且就算朱衡宇花的是自己的魔能石 他还是眉头不会皱一下 很简单的道理 只要有了这株龙咸草 他收获的可不只是一件收藏品 或是一枚丹药那么简单 只要获得了这株龙咸草 朱衡宇所能得到的 远远要高于他所付出的 价格已经加到500上级魔能石了 海汇岛上范家的面子是最重要的 既然有人敢抢范家的风筒 那小胖子不管如何 咬着牙也要继续跟朱衡宇竞价 大不了把他明年的钱也预知了 于是小胖子咬着牙 继续叫到600块上级魔能石 人群再次震惊 这个价格 放在平常的时候 已经能够买上好几株龙咸草了 不过这龙咸草就算在魔养族之中 也算是极为稀有的灵药 所以虽然价格不高 但同样是可遇不可求 现在小胖子已经极度后悔 他一时冲动的决定了 只是为了一株毫无用处的收藏品 竟然已经把他一年多的生活费 都搭进去了 要不是因为范家人的尊严 小胖子早就选择放弃了 但是现在他已经下不了台了 很多人都已经认出他了 所以为了范家的尊严 他一定要买这株龙咸草 这次朱衡宇许久没有声音 就在小胖子以为朱衡宇 终于要放弃之时 朱衡宇的声音再次响起 七百块上级魔能时 而朱衡宇为什么会 等了一会儿才再次加价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去解决那个 得了小胖子指令 在他门口伺机窥探的随从了 随从根本没想到朱衡宇 竟然能够察觉到他 虽然随从的魔体等级 也是三十段 但是朱衡宇根本就不怕他 而且朱衡宇还是忽然袭击 只用了一招魔能禁锢 再加上一记手刀 就轻松地解决掉了这个随从 而伺候朱衡宇的那两名侍女 显然也是见过失眠的 看住朱衡宇的表现 他们没有一点惊慌 看住朱衡宇打晕了那名随从之后 其中一名侍女 不慌不忙地叫来了其他人 把这名随从搬到了其他地方 而朱衡宇则点了点头 他对于这个拍卖行的服务很满意 这就是为什么朱衡宇 稍等了一会儿才报价的原因 在反观此时围观的人们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这个价钱已经完全超出了 龙咸草的真实价格 现在看来 就是一场朱衡宇和小胖子之间的 赌气之争 他们谁都不让住谁 才会发生这种事 不过随着一传十 十传百 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小胖子的真实身份 而此时 这些人开始有些同情朱衡宇来 在海惠岛上得罪范家 那无异于作死的行为 不过人群之中 对于包厢中不露面的朱衡宇 还是有些好奇 有人猜测朱衡宇可能有什么依仗 并不害怕范家之人 而现实情况还真就被这人猜中了 以朱衡宇摩扬建宗 正是弟子的身份 整个海惠岛的人 都要对他恭敬无比 就算范家有犯大事撑腰 一个家族子弟 敢欺负摩扬建宗的正式弟子 那面临的可不只是 朱衡宇一个人的愤怒 他面临的将是 整个摩扬建宗的愤怒 就算是范大师 也不敢触犯这种重怒 所以朱衡宇一直都是有恃无恐 他根本就不在乎 跟他竞价的是什么人 就算小胖子 是摩扬建宗的正式弟子 甚至是内门弟子 朱衡宇也是完全不在乎 苏子云那般的家事和权势 朱衡宇都敢和他对助干 何况是其他人 第3460章有识无恐 朱衡宇敢保证 在摩扬建宗势力范围之中 能够获苏子云比拼权势的 还没有几个 这就是为什么朱衡宇 敢一直往上叫价 不怕得罪人的原因 听到朱衡宇再次往上加价 小胖子已经气得不行了 他发誓拍卖结束之后 一定要好好教训和他竞标的这个人 让他知道知道 这海惠岛是谁的地盘 不过此时还是竞派之时 小胖子也走不开身 而那一名去打探状况的随从 也迟迟未归 所以小胖子只能继续叫价 800块上级魔能时 900块上级魔能时 朱衡宇毫不犹豫 立刻跟住加价 听着朱衡宇的报价 小胖子已经绝望了 不过此时 他还有最后一次加价的机会 只见小胖子从牙缝之中 挤出了几个字 1000块上级魔能时 1000块上级魔能时 是他两年的生活费 若是朱衡宇在这1000块 上级魔能时的价钱上 还继续往上加 小胖子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不能把第三年的生活费 也预知了 那样他的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而另一边的朱衡宇 则透过和他身边的 那两名侍女的聊天 已经套出了小胖子的底细 知道了小胖子 乃是范家的人 也知道了小胖子 最多只能拿出到 1000块上级魔能时 所以这次朱衡宇 没有再继续 100100的往上加价 1001块上级魔能时 朱衡宇这次 仅是多出了一块 上级魔能时而已 有个词语叫做 直视天涯 现在用来形容 范家的小胖子 再适合不过了 虽然只要多一块 上级魔能时 但是小胖子 却真的是掏不出来了 他这种人 家族发放的生活费 哪次不是很快 就被他花得金光 所以他根本没有 哪怕一丝的存钱 这一块上级魔能时 就这样成为了 他无法逾越的鸿沟 此时主持人 正在台上高喊着 倒数计时 只要数到零 这一株龙咸草 就属于朱衡宇所有了 而小胖子 虽然心有力 但却力不足 最后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住主持人数完了数字 而随着主持人的拍板 朱衡宇最后 以1001块上级魔能时的价格 买下了这一株龙咸草 主持人此时心里 已经乐开了花 今天这一株龙咸草 可是为他们拍卖行 赚得盆满钵满 恭喜楼上包厢的贵客 以1001块上级魔能时的价格 获得了这一株 无比珍贵的龙咸草 说到无比珍贵的时候 主持人还特意加重了一下 他以为这次能够 把龙咸草卖到这么高的价格 完全是因为 之前他说的那个故事的功劳 而事实到底如何 也只有朱衡宇和范家小胖子知道了 随着主持人说完 就有侍女用托盘 端住装有龙咸草的玉瓶 准备送上朱衡宇 但走到范家小胖的身边之时 却忽然被他拦了下来 等等 范家小胖子挡在侍女前进的路线上 此时所有人都看住小胖子 范家身为海绘岛上最大的家族 有些时候自然会仗势欺人 而很显然 今天这个小胖子就要这么做 对于小胖子这般霸道的行为 所有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此时所有人都以为 小胖子就要一把抢下这一株龙咸草 可是之后的发展却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只见小胖子一把抢过了侍女手中的托盘 然后端住托盘说道 让我去给他送过去 侍女哪敢反抗 他手中的托盘就这么被小胖子抢了过去 随后小胖子也真如他所说 带着剩下的两名侍卫走上了楼 很快的小胖子就来到了朱衡宇 所在包厢的门口 此时那名被打晕的侍从 早就被拍卖行的其他人抬走了 所以小胖子有些奇怪 那名侍卫明明被他打发来探听状况 怎么认为了 不过现在他也顾不上这个了 朱衡宇已经把他戚疯了 虽然有范家的规矩在 小胖子不敢真的抢抢了这一株龙咸草 但是他还是吞不下这口气 所以他准备让身后的两个侍卫 好好的教育教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想到此处 小胖子一把推开了朱衡宇包厢的门 而此时朱衡宇正满脸惬意地享受住两名侍女的服务 对于小胖子的到来 朱衡宇早就感觉到了 但是他真的不在乎 所以对于小胖子的行为 他没有丝毫的理会 看住朱衡宇一脸惬意的样子 小胖子就欺不打一出 不过小胖子也不是傻子 他让那名侍卫过来 就是想探听朱衡宇是何方神圣 可是那名侍卫却不知去向 所以他只能亲自来打探打探了 小胖子不知道朱衡宇底细的时候 他还不会随便地动手 因为还不知道朱衡宇的真实身份 所以小胖子只能压制心中的滔天怒火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的龙贤草到了 笨朱衡宇只是淡淡地回了一个笨 就不再理会小胖子了 小胖子身为范家之人 走到哪都有无数人抢着拍马屁 他从来没有受过这般无事 这让小胖子更加地怒不可遏 不过他还有最后一丝理智 只见小胖子满脸阴沉 恶狠狠地说 臭小子 别他妈给老子在这里摆谱 你要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小胖子死死地盯着朱衡宇的背影 威胁道 听了小胖子的话 朱衡宇扑斥一笑 小胖子嘴上说着 敬酒不吃吃法酒 可是他进门就骂 又拿给朱衡宇敬酒 不过朱衡宇却是毫不在意 这小胖子在朱衡宇的眼中 就像一只疯狂叫嚣的野狗一般 对他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所以朱衡宇一直都是有恃无恐的模样 比战力 小胖子只有魔体二十三段 而他的两名侍卫也只是魔体三十段 而朱衡宇这一边 虽然只有魔体三十段 但是却能够轻松地对付 数个魔体三十段的人物 所以在战力方面 朱衡宇根本不怕他们 而要比全市 小胖子只是海绘岛上范家的公子哥而已 朱衡宇可是正宗的魔阳剑宗弟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朱衡宇现在已经是整个魔阳族 魔阳群岛的队长级军官了 这个身份 才是朱衡宇现在的最高身份 对魔阳族来说 队长级军官虽然只是最低阶的军官 但即便如此 也已经不受宗族的限制了 就算朱衡宇犯了错误 也只能由魔阳群岛的军事法庭处理他 第3461章入地无门 小胖子此时就是不知道朱衡宇的身份 否则他可能直接就要给朱衡宇跪下来了 就算他们家有一个范大师撑腰 但是范家也绝对不允许 范家的子弟对魔阳剑宗的弟子有丝毫的不尽之处 范家的富贵荣华本就来自魔阳剑宗 若魔阳剑宗的威名不在 首先受损的就是范家 因此 范家反而是最维护魔阳剑宗威名的存在 所以在权力方面 小胖子根本没办法跟朱衡宇比较 说白点 今天他打了朱衡宇的脸 范家在海汇岛的统治基础 就彻底被动摇了 为了维护范家在海汇岛的权力不被动摇 就算把这小子点了天灯 范家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范家与魔阳剑宗 绝对是荣辱与共的 除非这小胖子可以进入魔阳剑宗 否则的话 两人之间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因此 朱衡宇根本就没把眼前这个小胖子放在眼里 对于小胖子的辱骂 朱衡宇只当看戏 难道被狗飞了几声 朱衡宇还要还回去吗 看出朱衡宇依旧不理他 小胖子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只见他气急反笑道 哈哈 好小子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好歹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这海汇岛上 有一个犯家是你得罪不起的 说完话 小胖子对住身后的两名侍卫使了一个眼神 两名侍卫随后一起冲向了朱衡宇 随着两名侍卫冲了出去 给朱衡宇服务的两名侍女 很有眼力尽地躲到了一边 然后沿住角落退出了房间 此时房间之中 只剩下了朱衡宇和小胖子 还有那两名侍卫 朱衡宇也不用担心 伤及无辜了 对于这个拍卖行的服务 朱衡宇是越来越满意了 看住两名侍卫朝着自己杀过来 朱衡宇毫不犹豫地直接回身就是一剑 瞬间整个屋中森罗 剑气纵横 要不是朱衡宇刻意地操纵住这些森罗剑气 此时的两名侍卫已经是死人了 不过就算这样 他们两个也不好受 此时他们的身上已经一丝不挂了 要知道他们身上可是披着不错的战甲 但这些战甲在森罗剑气的面前 却是不堪一击 两个侍从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们现在赤裸裸地站在那里 继续攻击朱衡宇也不是 护住身体也不是 反正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过朱衡宇还是很善解人意的 只见他一个闪身 快速地来到了两人的身后 随着两剂手刀敲在他们的后脑之上 两人瞬间失去了知觉 瘫倒在地 此时房间之中 只剩下了范家的小胖子和朱衡宇两个人 你刚才说什么 朱衡宇满脸笑眯眯地看住小胖子说 小胖子已经完全被吓傻了 他一直是养尊处优的状态 哪里见过朱衡宇这么生猛的人物 他的两名侍卫和朱衡宇同样都是摩体三十段的修为 可是两名侍卫却只是一个账面 就直接被朱衡宇给秒杀了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看住小胖子满脸呆滞的表情 朱衡宇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要提醒范大师好好管教管教你了 说着话 朱衡宇直接一巴掌甩在了小胖子的脸上 啪 朱衡宇的这一下可不清 随着这一声清脆的声音 小胖子直接甩出了房间之外 朱衡宇这一巴掌下去 倒是把小胖子打清醒了 只见小胖子跌跌撞撞地站起身 一只手捂住肿起来的腮帮子 一只手指住朱衡宇骂道 你这个垃圾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海汇岛 你竟然敢在海汇岛上攻击范家的人 你今天就等死吧 小胖子一脸阴沉地看住朱衡宇说道 一看小胖子这种认错态度 朱衡宇就准备继续上前让他长长记性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快速地从楼梯走了上来 朱衡宇定睛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倪胜 原来倪胜发现这一次 朱衡宇对他的态度还不错 所以处理完门口的事情之后 就想着要趁机再来和朱衡宇套套近乎 这样朱衡宇以后至少不会再愤世嫉俗他 就不会再针对他 但上楼之后 上面的一幕可又让他震惊了 这是怎么回事 倪胜惊讶地看住楼道里的这一幕 惊讶地问道 而随着倪胜这一问 小胖子也转过身了 倪胜摩使 小胖子一看是倪胜来了 脸上瞬间乐开了花 倪胜作为摩扬建宗的弟子 可是比他们范家更有威慑力 出了海惠岛 范家之人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而摩扬建宗的弟子可不同 就算出了海惠岛 不管走到哪里 他们都会受到无比的尊敬 这些宗族子弟正是摩扬族的守护者 若不是这些宗族子弟的守护 摩扬族早就灭了族 灰飞烟灭了 而刚好小胖子和倪胜还有些交情 于是看到倪胜来了之后 他瞬间就兴奋了起来 虽然倪胜的摩体等级不高 但是摩扬建宗正是弟子的身份摆在那里 要是朱衡宇敢对倪胜动手 那就不止只是海惠岛范家的问题了 他甚至会受到整个摩扬建宗 乃至摩扬族的追杀 到那时候 朱衡宇就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想到此处 小胖子就亮腔地走到了倪胜的身边 嚎啕大哭道 倪胜摩使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因为小胖子脸肿的老高 倪胜一开始还没认出这小胖子 此时带到小胖子走近 才发现是范家之人 范贤 你在这里做什么 倪胜一脸好奇地问 此时朱衡宇才知道 原来这小子叫范贤 听到倪胜问他 小胖子就添油加醋的 把朱衡宇怎么欺负他的事说了一遍 不过对于前面他仗势欺人的事情 他却是只字未提 听了小胖子的话之后 倪胜眉头紧皱 他可是知道这个范贤 平常就是个无恶不作的玩乎子弟 而朱衡宇也肯定不会是 像小胖子嘴里说的那么凶狠暴力 所以一惊推敲 倪胜就知道眼前这个小胖子范贤在说谎 这小子竟然想让我帮他对付朱衡宇 倪胜此时心中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恨极了小胖子范贤 看住坐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范贤 倪胜气的伸手就是一巴掌 随着倪胜这一巴掌 范贤已经完全呆住了 范贤完全没想到倪胜竟然会打他巴掌 此时范贤一脸茫然地捂住 两边都肿得老高的腮帮子 一脸无辜地看住倪胜 倪胜摸屎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不过倪胜哪里还会理他 对于范贤的话 倪胜充耳不闻 快步走到了朱衡宇的身前 朱师兄 你可受到了什么惊吓没有